名嘴朱学恒遭到指控酒后强吻台北市议员钟佩军 被依照强制猥亵罪起诉 台北地院一审判决出炉 判处朱学恒一年两个月徒刑 全案仍可上诉 检察官当时依照强制猥亵罪起诉 并痛批朱学恒无悔意应该从众量刑 对此朱学恒发声明指出 对判决感到失望 会继续透过司法途径自证清白 钟佩军也以文字回应 司法终有正义 但是恐怕还不是这场奋斗的终点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